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我认为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优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班小时 我是马洪涛 昨天公布的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就是PMI 是比五月份继续下滑了1.8个百分点 下降到了52.1% PMI是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 汇总出来的一个指数 反映了经济的变化趋势 那么根据六月份的PMI数据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岩加工业等 高能耗的行业生产量是大幅度回落 新订单数量锐减 各项指标在PMI的数据当中都处在拖后的位置 那么有色金属行业到底怎么了 我们来看记者江龙飞对有色金属市场的调查 6月22号 记者赶到了国家物资储备局上海七处 这里是上海市期货交易所指定的 有色金属存储仓库之一 仓库的管理者张水晶告诉记者 现在仓库内一半以上的地方用于存放铝 目前存在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五六万灯 五六万灯 对 变了这个铝钉压托的情况 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到那头都是铝钉 看到吗 那个行车 我看到 这个行车是我们的张云线 那么那头 那边都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 记者在现场放眼望去 满眼都是白花花的铝钉 仓库内到处都能见到铝钉的身影 这个家的常态开始搭起来了 因为我讲的面积我们真大 往年我们的铝钉都不做的 我们其他仓库的铝钉 常年都是一个比较饱和状态 记者了解到 这个仓库是不久前 异地改建的一个有色金属存储仓库 在6月21号也就是记者采访的前一天 刚刚通过了验收 用于铜铝千辛镍这些有色金属的储存 现在铝钉的可流通库存占到了50% 铜板占到了45%左右 张水晶明显地感觉到 近一年来消费量的萎缩 使得这个刚刚投入使用的仓库 很快就达到宝货 有库存的一个量的增大 主要是一个销售市场 还不是什么很旺 对吧 因为还是主要是一个 套期保着这个一个金融所为 它不是一个直接生产厂家 使用的一个行为 其实很多旅店现在在贸易上手中 它还没转化到一个使用商手里 事实上 作为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 上海市上半年的有色金属仓存量 实现上升 基本都是处于饱和状态 全国有色金属的羁压 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 国内的库存现在将近100万吨的库存 那我们正常也在危机之前 正常的库存应该是什么 正常的国内库存从来像铝钉的 不超过三十大万吨 三倍多 三倍多的市场 您说铜现在是四十五万吨左右 对 就是在08年之前 常态下应该是多个贸易 08年之前 常态下就是十万到十五万吨左右 差不多都是三四倍左右 对 消费的全球的消费总量 并没有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 就是各地库存 严重饱和 所有仓库爆买 没有人在愿意积存你的货 我们昨天调查的钢材被称作是工业的粮食 有色金属同样也是基础工业离不开的一种原材料 然后我们看到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从铝钉到铜板都是出现了数量巨大的库存 跟这个钢材市场的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那么这样的情形说明市场上对铜的需求出现了急剧的萎缩 为什么在前两年还在价格飞涨的金属铜 这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呢 我们再到生产企业上去看一看 2008年是十月份金属危机以后就停了一段时间 2009年呢在生产了几个月 那么这个后来没肺铜我们就停下来了 倪芳芳经营的是一家生产铜管的企业 位于江苏省乌江市境内 6月23号 他带记者参观了已经停工一年半的两个车间 而造成这两个车间停工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生产原材料的锐减 也在05年06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90%的肺铜 10%的电铜生产那个铜线铜管 据倪芳芳介绍 肺铜大约要比电铜平均便宜20%至30% 可是从2008年到现在 肺铜的供应锐减 目前他们只有产能比较小的安徽分厂还在生产 那么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 我们这个现在呢是90%的电铜 10%的肺铜在生产 采访时 记者在原来堆放肺铜的产地内 基本见不到多少肺铜 不多不多 现在的话有个几十斤 二三十斤 二三十斤 很少 很少 就是前几年的话 这个堆厂应该是堆满 对对对 以前场地上都是那个肺铜 你到我们厂里到处都看到肺铜 现在很少了 采用肺铜作为原材料 相对于电铜的成本较低 再加上最近市场竞争激烈 直接导致了企业收益在大幅度的下降 用肺铜生产 我们就能够达到500到1000块钱一吨的力量差价 现在呢 我们是用全部用电铜生产 这个生产成本和在涨 那么我们的利润空间在说 是50到100块的利润空间 从一吨500元到1000元的利润 变成现在50到100元的利润 利润直接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而与此同时 尼方方明显的感觉到 下游生产企业 电力电缆行业的订单也在减少 下游企业今年的电单呢 相对去年来说 同期来比就要差于去年 这个呢 又根据国家的大概大的建设 和那个政府的那个刺激经济 那个退出 慢慢的退出有关系 那么还有主要是今年下游企业 一个订单少 第二个呢 他们今年的资金好像贷款规模 都比较去比去年紧紧一点 一方面是生产利润的锐减 另一方面要面对订单减少的现实 尼方方坦诚 近一年来 自己企业生产处于亏损状态 或许她不得不将老厂需的两个 开工的安徽分厂 产能只占到公司全部产能的20% 我们的现在的产能呢 我们满货生产的产能是一清灯一天 但是我们实际现在实际生产能是200灯 利润锐减销量降低 迫使得尼方方的企业就不得不尽量的压缩产量 下游的生产企业消耗的铜少了 仓库里面的金属从库存量翻了好几倍 那么这对于处在这条产业链上游的野链加工企业 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 记者在上海新颜工业链链链公司建造周圈之后 他正在为找不到足够的原材料发展 正是这些诸多因素的叠加 使得周圈现在很难拿到满足生产的原材料 以往占到将近50%的费酮 现在已经无法得到 基本上找不到 现在只有一家 原来比如说我有四五家能够正常供应的 每天有几十的一家 现在只有一家才能供我 占到企业一半的原材料已经无法得到保障 周圈现在不得不依靠进口金铜作为主要原料 可是进口数量一时之间也无法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 他只能选择降低产量 这时候我一个月可以生产5000多吨 企业只能生产4000多吨了 在原材料无法保证的情况下 企业在无奈之下只有减产25% 不过周圈还要面对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今的加工利润已经没有 企业生产是在亏损的局面下运营 比如说这次今天是53000 他给你52200 给你 原材料买进来 我还得如自进去 我还要电解 我最起码1200块成本 我不是还亏400块吗 做不下来 但是我为了维持生产我也在拿 周圈告诉记者 按照现在加工好的铜板价 每吨53000元计算的话 他收购原材料的价格在52200元左右 差价只有800元 可是企业的加工成本要在1200元 那么现在周圈每加工一吨铜板 就意味着要亏损400元 现在他只有将部分铜板储存起来 等待价格合适的时候再出手 这1000吨出头一点 价格太低 我销了没意思 我原料补不进 就像现在老百姓非要买原料给我一样 他卖给你以后他一定要买得进来 我现在一样 我这个产品卖出去我没东西再买进来 原料买不进来 我没东西生产出来了 那我不愿卖 也就是一个道理 那么有着十几年同冶炼经验的周见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呢 停下来都停下来了 功能都停下来了 你几百个功能一下子停下来了 这是一个 而且设备也不允许你停 像我们这种设法设备 它毕竟有古实的东西 你一停下来 设备都要解决要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关键是还有就业问题 当地政府也对你一批压力 作为铜板行业的下游产业 现在的生产状况又如何呢 记者赶到了一家 只使用铜板做原料的加工企业 了解情况 现在我们负责整个生产能力的八十几 没有麻烦的 而且现在每天生产能力的八十几 对 我们天经在八十几左右 孙建新的企业 现在并没有遇到原材料不足的情况 在市场上买到积压的铜板 对他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 企业现在维持在百分之八十的产能 主要是因为下游订单的减少 这个订单少 订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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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的将近差不多百十二十 应该是百分之二十 肯定不止 整个这个行业 这产能要减少百分之二 我认为三十十一样 而孙建新的企业 主要是为电信电缆行业供货 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了下游企业的订单在减少 订单少了 订单少了 因为做这个订单原来是 比如说要做三年把这个三级要全部铺开 现在的创办速度 所以可能会要五年八年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产能 也相对的跟着他们 跟国家生产的减少 电缆行业属于威力行业 现在的利润不到百分之三 产能的下降 就会直接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 孙建新告诉记者 现在行业内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的企业 还算是不错的了 不亏本 现在像我们现在算不上 我们现在达到产能到八十 也只能一个保本 保本了 那我们现在可能超过八十 稍微有的威力 一般像我们这个行业 你这个配置的设备的产能 你能做到八十了 不亏本 在你第一八十就要亏本了 采访时 孙建新不无担忧地告诉记者 富为科技加工的子彤 在全国的年消费量 不过是十二万吨 二零一零年 能够维持这个数字 就算不错了 可是国内的产能 已经达到了二十万吨 年底还会投入四万吨的产能 这是实际需求量的两倍 这必将导致行业内恶性竞争的加剧 我们的减少力的叫做配价格 这个产能 产能啊 大家都吃饱饱嘛 我记得我们其中 像我们这个住宏在那 有大的小小有五家 那比较大的呢 有三家了 那我们算可以 其他的两家 他们多的产能啊 这就在百分之三到四 沿着同的加工产业链条 记者又来到了生产电缆的上上集团 这里的日子过得也很不舒心 咱们现在的开工率就可能 总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都是 上上电缆生产的产品 主要适用于电力行业 近年以来 由于电力行业的订单在减少 企业已经好久无法投入全部的产能生产 不过 朱鸿祥告诉记者 百分之七十的开工率 在行业内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根据我们电线电缆行业统治这块 前几年咱们电线电缆开工率 也不足百分之五十 不大 今年呢估计可能 可能整体的 可能还达到不了百分之四十 这个情况 嗯 因为这个现在目前没有收集出来 但是我估计还是会下降 电缆行业整体的开工率不到百分之五十 这还是朱鸿祥最为保守的途径 事实上 他预计 今年行业内的开工率 甚至达不到百分之四十 开工率的严重不足 也导致了企业利润的直线下降 08年之前咱们电缆行业的利润率这块 基本上能达到百分之五 我说的是利润 今年我估计能达到百分之三 到三点五 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 是因为电缆行业开工不足 它的市场竞争 必然就会越来越多 再说同价再上升 其产品的成本再增加 那两头一起提的利润 就会一来一波 然而让朱鸿祥最担忧的是 下半年的订单情况 不会有明显的好转 咱们电缆行业这块 怎么说 我想应该处于是 还是处于冬天 最起码 咱们没有看到春天 我们看到了 从产业链最上端的 冶炼加工企业 到最终使用金属铜的 电线厂电缆厂 几乎全都是处在开工不足 利润大幅度下降的状态 而说到原因 这些企业都认为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今年以来 投资下降 市场需求明显减少 有色金属行业 出现了整体的低迷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还是有些企业的业绩 出现了逆势的上扬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了 宏观经济变化 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不足 是很多有色金属企业的 一块心病 不过在调查当中 我们记者还是发现 有一部分企业 今年的订单不降反升 效益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他们也成为 有色金属行业中的 一抹亮色 我们去看一下 记者在6月21号下午5点多 赶到了金融集团 位于上海的工厂 记者在这里见到 各条生产线全部开工 工人在忙碌的工作着 成品在源源不断的架工出来 企业董事长米长杰 企业不无得意的告诉记者 企业近期一直是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 轮板四个板 四个板 四个板轮轮轮轮上 就是维修啊 也是个别维修 那个又上了 这个维修那个又上了 所以一直都在紧张中 之所以能够达到满负荷运转 这与家电下乡紧密相连 家电下乡对家电行业是利好 而从同加工的生产产业链来看 家电行业位于同加工产业的下游 是同加工企业的重要买家之一 家电下乡也在间接的刺激着同加工行业 国家就是说家电下乡的政策 说给我们国家的智能行业 家电行业一个强劲的东风 他们把我们也带上一个好运气了 因此我们的订单呢 斗然增加了 金融集团生产的铜管90% 适用于冰箱和空调的生产 订单的增加 使得集团这两年过得是顺风顺水 从其他企业为订单发愁 开工率严重不足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金融集团在危机中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企业的产量也在迅猛的增长之中 那么09年 我们销售了26万吨铜管 其中国内市场19万吨 国外市场大概7万吨 但是今年 现在6月底马上都要到了 我们很明白 接着到6月底 将向国内外销售十几万吨铜管 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份 这就说明了就是说 我们今年跨过 三十万吨这样一个关 不存在什么问题 不过李长杰很清楚的认识到 这一切发展都是源于家电下乡的政策 政策执行时间的长短 将会关乎整个行业的命运 我估计总产能能回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五 没问题的 整个国家的这样通关产能都很好的 那就对于我们国家的家电下乡政策 也对于我们的富民政策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恐怕都是一套糊涂了 对于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震荡的铜价而言 李长杰认为 这已经严重的脱离了铜在实体经济中的真实价值 铜价已经悬护了 还是图画说悬护了 已经脱离我们 它实际的在经济与金融价值失去了 失去了它的价值 它就被一些 除了它受一些金融 就是经济风险的影响 受到金融的一些操作的影响 在李长杰看来 铜的金融属性被放大之后 就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他的分析 铜价将会逐步回归它真实的价格 一些新的经济危机出现 或者是没暴露的经济危机 规模豁大豁小的会出现 对铜价造成一种冲击 因此呢 它会造成铜价走低 就是国际上一些 金融投资 一些大规模的基金 逐步在从铜金属 这个领域里边 在撤退 他们更看重于美元和黄金 像李长杰这样的企业 能够在危机当中获得发展 无疑是得益于国家促进消费的政策 发挥出了拉动作用 但是呢 从整个的有色金属的这个市场来看 家电下乡的拉动作用 毕竟还是非常有限的 并没有改变需求低迷的大的格局 那么这样看来 有色金属行业能否平安的度过市场低迷的这个周期 还在于如何缓解严重的产能过剩 这恐怕才是当前的燃眉之急 电线电线行业的投入这块 我感觉到这块 很多企业 越来越多 投入越来越大 那就意味着 经过咱们电线电线行业这块 产能会更加的严重过剩 竞争会一来一几度 事实上 朱鸿祥已经很清晰的认识到了 电线行业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可是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上上集团最近还是投入十个多亿的资金 用于产能的增加 这就是他们正在上马兴建的电缆车间 这是他们正在上马兴建的另外一个新厂区 一年后 企业的产值将由现在的一百个亿 增长到一百三十个亿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除去铜价上涨 利润降低 订单减少以外 几乎所有的企业经营者 都在抱怨行业内产能过剩恶果的同时 准备扩大企业的产能 我们的产能是好像根据行业 好像扩张得很厉害 那么今年的电缆行业前几年 好像也扩张得蛮多的 有很多企业还得上 因为 我说一下 我们中国人一般上项目 他只会去看市场 有多少用量 不会去掉进 到底现在已经有多少产能了 这个一般都不就好 上了肯定卖得掉 你卖一万 我卖九千 他就是成了这个 价格 目前这些投资行为 使原本已经过度发展 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 更是问题叠加 雪上加霜 以高压交流电缆 力士生产线为例 国内2008年年底前 已投产有32条 已经够设备 准备在2009年及以后投产的28条 共计60条 一方面是企业自身吃不饱 艰难度日 另外又在大量的投资 兴建产能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 背离市场规律的决策呢 有很多地方政府 包括一些很多企业和行业 就大量的去鼓励 就是增取什么行业第一 增取产量的最大化 增取去创造就业率 甚至GDP 严重的去背影着 这行业的一种实际情况 政府给这些行业 一些信贷政策支持 和一些大量的信贷流向 流向这些行业 就是大家都变相的增加自己的产能 增加自己的产量 以带动自己GDP 完成自己的绩效考 在合金币看来 这种怪现象出现的真正原因 是从去年以来 很多地方政府 在扩内需保增长 保稳定政策的驱动下 为了保证地方GDP的增长 仍投入巨资 新建厂房 从国外购置生产线和设备 扩大产能 动辄几亿 十几亿 甚至二十几亿 形成了新一轮 重复投资的热潮 使得这个貌似热闹的 有色金属行业 处于严重的虚热状态 应当是严重的虚热状态 有些项目是盲目的扩张 扩张以后带来的结果 就是厂子投产了 不得不去 再寻找新的流动资金 增加新的银行贷款 拿了这些资金生产的产品 到市场中还要亏钱 那么你企业 在这种过程中 是一个恶心的 尽管有色金属产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中 对淘汰落后产能 进行了严格限制 但事实上 却陷入了越淘汰 产能越增加的困境 现在淘汰的 因为就是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淘汰的过程中 有些可能比如十万吨下的 两个流管吨 也合并十二万吨 对不对 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在规避这种淘汰的政策 核金币强调 目前同行业已经出现了加工能力的过剩问题 而铝行业则是产能的绝对过剩 库存已经处于严重的饱和 去库存化 已经成为有色金属行业的当务之急 减产 减少像市场的供应量 那现在就是看时间 就大家都没有人主动去减产 那么不减产的就意味着就是亏损 行业的就是一种不健康 今年宏观经济的主题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键词呢 也从保增长转向了调结构 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 很多地方仍然是抱着上项目 上规模 上总量的这本老黄历 这种心理 终归会在无情的市场面前 撞个头破血流 那么眼下的有色金属市场 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不吸取这些眼前的教训 对于企业来说 势必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我们看到在6月28号 29号召开的 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温家宝总理指出 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仍然是极为复杂 但是我国经济 正朝着宏观调控的 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市场上出现的种种现象 只是当前复杂形势中的一个部分 处理好这些问题 中国的经济就会更加健康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 经济八小时栏目 已经开通了QQ空间 请加QQ号83083为好友 或者访问我们的QQ空间 参加我们的互动讨论 稍后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